让三十八军和五十军搭档 把敌人阻挡在汉江 彭德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三十八军和五十军 原来都是四野的 算得上是兄弟部队 这个三十八军是能攻善守 号称是王牌中的王牌 是彭德怀亲自命的万岁军 而五十军呢 是一支起义部队 对这支部队的历史和性格 彭德怀也非常了解 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参谋长李佐 晚年曾推议 把五十军摆在美军的主要突击地段上 阻击进攻 表明彭族汉贵民兵 事实上 起义前的国民党第六十军 很擅长防御作战 一九三八年四月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 六十军在军长卢汉率领下 奔赴抗日最前线 在极其残酷的台儿庄会战中 六十军依然坚守重要防御阵地 与王山整整二十周夜 伤亡于半 而阵地却窥然不动 日本战败投降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号 六十军等颠军部队奉命赴越南首相 我们到了越南以后呢 到了湖南以后呢 就套着日本军 还穿着日本的军服 但是没有武器了 武器已经矫健了 在街上走 套着我们这个 中国的军队军官呢 还是进去 一九四六年四月 六十军被蒋介石调到了东北打内战 到东北后 六十军为杜宇明指挥 主要任务是 为老蒋的嫡系部队站岗放哨 一九四六年五月 六十军184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部起义 潘朔端成为了内战初期第一个起义将领 一九四七年秋 六十军被东北民主联军 免进了长春 六十军的军兵 百分之八十都是云南族地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一族白族 东北这个地方天寒地导 他们大老远的从云南到了这来打仗 很不适应 所以天天就盼着 早一天回到云南老家去 可是长春这个城市 可不是你进来想走 画面上这位老人叫蒋大年 他是云南昆明的 当年是国民党六十军一八二师工兵连连长 一九四八年五月 蒋大年成了被围困在长春的十万国民党官兵中的 国民党六十军被围困在长春的 被围困在长春的 不过来呢 我就是吃这个烧锅 他们在身上酒叫烧锅 烧锅的酒到 马来 把空袋的炸 把他摸在面 喝喝 做窝头吃 根本吃不到 一九四八年五二十三日开始 东北解放军完成对长春国民党军的合围 解放军切断了长春首帝的空中运输 开始对敌人实施长达一百五十天的军事围困 曾泽生在突围无望 固守待坚的情况下 于十月十七日 一旦宣布起义 率部退出长春 待命改编 并引导解放军 进入其东城守备区 曾泽生的起义 使国民党残留守军 陷入混乱 纷纷投降 长春兵不血润 宣告检方